最新消息来关心高雄市刑大抓到了一对毒鸳鸯 警方埋伏跟监多席 终于在毒贩的家楼下将他们给逮个劲脚 最新情况交给记者张欣宜 现在直播从画面上是可以看到 毒贩一看到警方上门逮人是吓得拔腿就跑 甚至是还将身上的毒品是来沿路的丢弃 身材撞出的嫌犯跑没几个路口 就体力不知被大批的园警给压制在地了 原来高雄市警方是接获宪报 在前阵区有一个绰号大A的犯性毒贩 专门贩售毒品海洛因来赚取暴力 警方埋伏跟监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眼看时机成熟是立刻展开了围捕的行动 但男毒贩是不但开车来冲撞远警 还把女朋友的毒字留在现场来烙跑了 眼看女友被逮 男毒贩完全不以为意 隔天还是照常的外出来交易毒癖 没想到就在返家时候被埋伏的远警逮个阵兆 以上是现场最近情形将情投交还给彭莱主播 寒天是来自高雄县有毒鸳鸯被警方逮捕的最新画面